仍然为河北省唐山市陆委区居民 在这个时候万般无奈之下 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舆论权利 市民举报 犯罪嫌疑人谢灵为本人的小学同学 家住附近的举庄南临小区 案发2017年至今已五年了 仍在家附近需要法案 公安介入此事 已经有两年 起初不予出去文书受理 后来本人在多次的电话当面 以及文书的相关及上级部门投诉之下 予以正式立案为去年的五月 期间多费周折 但至今仍未有一个明确的门书答复 无法正常行使法律途径 案发实施如下 2017年7月 官队前任谢灵将本人求助 以其赴癌症为名义 借款 将以我的身份向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贷款 本金50万元左右 至时这个期间 他以父亲 他辜负有偿还能力为借口 其间伪造各种的文字图片 证明 以及突发的各种事件 并且冒充国家公务人员 公检法最高乃至中央等级委 部门人员 而实际上 他的这些财产全部用于个人的挥霍 现已调查清楚 并且 其本人在公安面前也完全承认 财产用于个人的挥霍 装修 娱乐场所及曲线 本人所承认给其对象消费 其有偿还能力 个人财产予以转移 民事更无法有效地对其惩戒 并且扬言 法律让他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与借款时完全是两个样 在其家中讨债之时 还曾三次主动报警 拿他 没有任何办法 我相信 法律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 一个方面有效的途径 而今看来 也凌驾于天理良心道德之上 对其 定性 应当 高于普通诈骗 本人在期间 并没有 向他 要任何的额外利息 完全是 江湖救济 既有 友情为依托 都是这种事来 而且 长达三年 我的 直接损失 已无法偿还 本人的 填补窟窿 后续 以代还代 已达 一百零一万 有录音没证 官方证明 间接损失 金钱方面 已经 再发一份 二百万 因为期间 资金链断链 各种的 项目 无法进行 事业一败涂地 感情回音 当务了两段 家中 无法尽效 这是我最深的遗憾 因为 现已 老人 坐上轮椅 大家以此为戒 但不希望 没有人 再敢做好人 请不吝点赞